针对高宏安市长呢 他在过去立委时期的一个助理费的争议 在昨天的开会之后 也决议是暂停党权的 针对高宏安市长呢 他在过去立委时期的一个助理费的争议 那遭到检方以贪污治罪条例来起诉 民众党中央评议委员会 经过主动的调查还有厘清之后 在昨天的开会之后 也决议是暂停党权的 中平的这个委员的部分 他们是主动的进行调查跟了解 那就发现说 其实在台湾民众党的一个连政准则里头 包含了他的一个 违反到了这个第二条 以及第六条的部分 那简单跟各位说明一下 第二条的部分 包含了这个是违反连政纪律的范围 那其中呢 在这个第二项的部分 他有特别说到是 有贪污治罪条例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说他第二条 他是定义整个连政纪律的一个范围 那另外在第六条的部分呢 他其实是一个处分裁量的部分 也就是说他这边特别载明了 如果是有经检查机关的起诉者 那应该呢 就是要来暂停党权 目前的一个党员权利的话 包含了对于党的事务跟政策上面 他有所谓的这个政策建议的一个部分 那例如包含了各级党职 他可能可以担任 那他具有这个选举跟被选举权 所以说如果停权的部分 就是以上所说的这些部分的话 应该就是没有相关的这个权利 那所以如果最后做出不起诉主份的话 是这个战党党的这个效益就失效吗 是原则上来说应该是这样子 那民众党这边的态度 应该是说 其实从过去我们在讲这个第三方平台 以及说这个想要宣示扫黑扫黄的 相关的一个决心以来 其实我想各位应该都很清楚 柯文哲跟台湾民众党 对于所谓廉政上面的一个标准 是不会妥协的 我们对于相关的党公职 都是强力来要求 所以其实在任何事件的处理上面 我们还是希望说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 那在这一次的这个高华文市长 相关的一个事件上面来说的话 他当然虽然目前是暂停党权的一个部分 不过他依然还是民众党 非常重要的一个公职 所以进入了司法程序的这个阶段 我想以柯文哲跟台湾民众党的一个态度来说 我们还是在这个司法的程序上面 是支持高华文市长提出有利他的政据 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